香港腹地雖然不大 但是客貨運相當的方便 已經是全球第三大繁忙機場 麻雀雖小 武藏俱全的香港 是全球金融貿易重振 也匯聚著中西文化和傳統 造就獨特城市面貌 中國大陸積極大灣區發展 香港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 把整個地面交通做得非常好 他會覺得 這其實就是他城市部分的機場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們的世界的網路 提供為他們服務 讓吸引全世界的人 到大灣區來投資 粵港澳大灣區 最早是在2015年的 一帶一路國家文件區提出 2019年被中國大陸 列為重點發展 涵蓋香港 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 加上廣東相鄰九個城市 總共11個地區 面積5.6萬平方公里 人口紅利高達7000萬 而這裡實施一國兩制 三個關稅區 流通三種貨幣 目標2020完成大灣區基礎設施 2022年三地市場規則對接 而擁有地利之變的香港 又如何運用大灣區優勢 提升經濟競爭力 國際的金融中心 航運 貿易 捐業服務 跟國際的也是很接軌 我們的司法的獨立 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等等 也是給了我們 就是一個令整個區域會比較開放 的確比起鄰近城市 香港在金融法制開放許多 加上稅制較低 年輕人取值若霧到香港打天下 新創產業當然成為首選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在香港的科學園區 在當局積極開拓大灣區發展的同時 這裡的700多家新創公司 當然也看到了新藍海 輸入帳密 無人機自動幫你把貨物提出 這是智慧私人儲藏櫃 整個儲藏室全靠智能控制 不但節省人力 更省空間 現在的話我們不需要鑽什麼孔 然後只是貼一個標貼 你把有無線充電裝置的手機 你放在上面 那就可以充 手機一放立刻感應無線充電 香港科學園區加重力道 提供平台資助 讓這類的智能智慧商品 可更順利研發 700多家公司出了7成來自香港 其他3成是外來企業投資 而且比例持續增加 其實我們都看好大灣區現在的 整個的發展 因為我們也是屬於大灣區的 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針對的產品 今天的話也是針對 就是國際化 那我們的標準的話也是做國際化 蓋大樓 增經費 撒錢 撒人力 大陸當局對香港 在金融和創科極力佈局 在美中貿易戰全球圍堵下 透過香港這塊特別行政區平台 讓中國企業資金對接走出去 這大灣區發展 也成為智力改革的新套路 環宇新聞 郭彥廷 劉一如 香港報導 那 潔 分 進 溝